今天大家都在江西的武功山 走 乘坐直达清井的半帮车 十分钟车程到达了石谷寺 后面就是武功山的第一道山门 上面是中安所到的售票处 武功山精致招牌 这才是第一段大索道 加入门票一共是135 我乘坐的中安大索道出发了 从这里直接看到日出云海 山脚下还有好多的村落 这里形成了风洞瀑石云松寺 奇特的自然风光 十万亩的高原草垫 位于海拔1600米的高山之间 与魏俄山市交相辉热 形成了天下无双 山顶的神秘古迹寺 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气势恢弘 堪称华夏一绝 上面不仅有高山瀑布曲 日出云海 还有川山的石墩 每年有无数的游客前来观光 这里气候温和 平均温度在14到16度 夏季最高才23度 低于同期 庐山黄山的气温 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 而且这里的植被特别多 形成了天然的植物园 下山做左道排队的人比上山还多 在广场上不仅有超市 还有特色的美食 这边有一个目观景台 锁到的售票处 这里有两条路 一条是直达金顶的 还有一条走好汉坡 我选择走好汉坡 因为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小你的风 还是吹到了五宫山 这个温度比较低 才8.8度 这有温度显示表 快来给我看一下 这个锁到缆车 刚从这里上来 上面是紫迹宫 这就是中安所到的上面 然后这边的住的地方 都是三百块起步的 接下来登山的路线 将从这里 途经山泉瀑布 上面有玻璃栈道 从这上去直达山顶 这里确确实实 是一处大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 来到了山间的绝壁栈道 看一下我现在的位置 从这可以看到云海 翻过前面的这座山 后面才是玻璃栈道 首先经过的是好汉坡 山间的风特别大 大家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暖 终于看到了好汉坡 这也是五宫山 最陡的徒步的一段路 从这里直接登顶 走 一口气爬着好汉坡 这有个牌子 各位好看 我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挑战 一共1188步 已经走了888步 还有最后的300步 直接登顶 这段路最为艰难了 还有最后的20步 还有最后的20步 登上好汉坡顶 这段路太艰难了 这山顶的风更大了 我想在五宫山幽暴底 这就是云中草原 户外者的天堂 看到我对面的山顶栈道 前面就是玻璃栈道 这下面有一个峡谷 就是好汉坡 从锁到好汉坡这里爬上来 我以最快速度也需要半个小时 对面就是石笋风 也是基点提量最大的山峰直插鱼霄 又如神仙拴马的石桩 所以又称之为钓马扎 然后我正对面 有一条站道 从这里直达青点 最快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这是一个休息的驿站 有公厕 前面还有野营站 驻扎地 这里还有餐厅 像山顶的这种客栈 节假日都是几百块起步的 随便一个单价 这边是一个公厕 对面还有这种星空房 刚才问了一下 588起步 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 我有点好奇 这是一个原床的 有台的 晚上可以看星空的 这里距离张鹏杰的举办地 还有2880米 从星空房那里一路徒步过来 这就是玻璃站道 先看一下对面通往金顶的路 特别远 这里才是金顶 我这的周围都是奇风怪石 这是一个观景平台 对面有个牌子 武功山的夏天 有远远有少年 看一下山间 贤气飘飘的 这下面就是卢西县的方向 游客中心 走在山顶上 确实有一种 腾云架雾的感觉 这便是 武功山的云顶景区 我现在走在了玻璃站道上 脚上必须穿这种特制的鞋套 防滑 保护玻璃 看一下 山泉瀑布 飞树其间 云点整区 位于武功山的东北方向 是武功山国际帐篷的举办地 这里 山林草木齐 瀑飞云中乐 因为奇风怪石 山花浪漫 瀑布缤纷 云海梦幻 而且 这里一直都有着 避暑圣地 千瀑之山 天然植物王国 以及 最美户外地的 美誉 看我脚下 就是万丈深渊 武功山的玻璃站道 与张家界天门山的玻璃站道比起来 哪里更壮观呢 大家可以在 评论区 讨论 哇 这里太美了吧 看这里啊 四周的岩石 不断滴水 哇 玻璃有点滑 特别滑 看一下垂直落差 两三百米高 想要翻过这座山 需要走很远的路 看一下山顶啊 像是一只乌龟 爬在这里啊 沿着玻璃站道徒步 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游客中心 上面是金顶 这是周安所到的上站 所到游览路线 水库这里是下站啊 游客中心在那儿 现在背离金顶的方向 继续沿着山顶的山道徒步啊 游客中心在那儿 现在到达了武功山的南面 这是百里画平 如同仙境一般 快来给我看一下 哇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啊 这里啊 百里风烟入画平 武功山云海 非烟非雾 如诗如幻 气势灰猴 波澜壮阔 再加上满山的 骑风罗列 极其壮丽啊 满山遍布怪石 处处 身后有骨 简直就是 精妙绝伦 继续沿着最后的站道 从这座山翻过去 这下面还有一条 徒步登山的路线 看到好多游客 从这里下山 哇 对面的山坡上 有好多帐篷啊 过去看一下 我今天走的后山的星空站道全长超过三千米 海拔在一千六百米之上啊 这有个牌子 我们如此热爱武功山 这里就是后山的帐篷驻扎基地 上面还有一个大的观景台 从这下去看一下 这中间还有一个大舞台 有演出的 上面就是天空之镜 山顶上挺浪漫的 看这个帐篷 五颜六色 还有一个大的足球场 从这里翻上去 一号的星空房 这段路的台阶也特别倒 就像是好汉坡 就我一个人来到这 早上的八点之后坐的大巴车 现在已经周五十二点了 到达了天空之镜的露营地 这是上站的 下面有一个纯透明的大玻璃 海拔在一千六百米之上 这就是天空之镜啊 需要额外花十块钱买票 这也是拍照的最佳打卡点 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帐篷 我站的位置 属于山顶上的一个观日台 这是一个停机坪 金顶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将继续沿着山间的这个站道 到达金顶至少还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这段距离特别远 我现在从天空之镜 沿着站道翻过了第一座山 就我一个游客走的这条路啊 下面还有一条盘山公路 距离青顶 还有很远的路呢 又翻过了一座山 需要从这里下探 再翻过一座山 终于看清楚 金顶的全貌了 这下面就是好汉坡的上山 也就是玻璃栈道的起始点 我围绕着后面的这个山 转了整整一圈啊 大家看一下 这山间有无数条站道 接下来将从木站道 这里直达金顶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 我身后的这段路 就是直达金顶的站道 走 打的 Gambia 齐 旁边就是野营帐的基地 好多的星空房 这是金铁的所到 山间一半起了大雾 另一半则是晴空万里 这山顶天气多变 要快点登上 早上的八点钟 乘坐大巴车 爬了整整五个小时 终于到达基岭海拔 1918.3米 从上面环视一周 这就是石碑 山间仙气飘飘的 我在武宫山很想你 这就是游客中心 我是早上从这里坐大巴车 后来乘坐了一城所到途径好汉坡徒步 直接到达了小山球后面的游客中心 这有一段玻璃站道 这有一段玻璃站道是绕后面的山一圈的 我就是从这座山顺时针翻过 然后又回到了金顶站道的这个起点 一路徒步上来的金顶的站道 全长超过了一千多米 这的门票加上双城的这个索道往返是245 回去的时候将体验金顶索道 这下面就是山顶的帐篷驻扎地 有好多的星空顶房 这还有露天的营帐 以及民宿都是在这个方向 再看一下山的后面 武宫山的测量仪器 后面这是旅游的标志 我现在站的位置就是极顶 山顶的站道四通八达的 这就是日出云海 武宫山的山顶 时而大雾弥漫 时而晴空万里 这一阵子即将起雾了 这边还有一个石头房 完全是石头去住的 从这里看到了山脚下的大水库 在这山顶上还有一个金顶潭 始建于三国时期 中间有万年香炉 这也是一个最佳观景台 上面就是极顶 在海拔最高的白鹤峰一带 则是面积高达十几万亩的高山草原 这便是云中草原 户外者的天堂 在阳光的照射下 山鸾起伏 微微壮观 俄罗多姿啊 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这便是中国最美的高山草原 每年的夏天 这里还举办了高山草原的帐篷节 武功山不仅是江南的三大名山 明代旅行家 曾经有诗赞约 先锋 琢鹅 碧玉栽 武岭堪比武功山 官日 景如金赞也 游人 吕布 彩云间 以山脊作为分界岭 一半是大雾 一半则是晴空万里 对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